消化道的一个症状 比如上腹部的一个隐痛 那么比如进食以后的一个 反酸 哀气和恶心呕吐 这些症状都不太典型 很多人可能 包括我们自己 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 那么大家可能第一个 不会去怀疑到这个胃癌 这是他的第一个 就是他的症状比较引力 那么第二个 胃癌不像其他的肿瘤 他的检查主要要扣胃镜 来明确诊断 那么比如肝癌 他通过普通的彩操就可以诊断 那么肺癌通过肺部的CT 或者X片就可以诊断 这些检查相当地说 都是比较常规的 而且我们叫无创性的 对身体没有创伤的 这种无创性的 那么胃镜 很多人内心有一种恐惧感 所以他一旦出现这些症状 他也不愿意去做这些检查 所以导致这个病情 可能会往往发现的时候 就会比较晚 所以我们一定当出现 我刚刚讲的上肖道的 这些症状的时候 一定要引起注意 隐痛 这个恶心 呕吐 反酸 哀气 这些症状都要引起注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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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